好,那現在呢就是打開Blender 第一件事情是先把這個Cube給刪掉 刪掉以後呢下一步要幹嘛呢 下一步要加一個UVSphere 所以是Shift加A Shift加A 然後我看一下我麥克風有沒有開 這麥克風好像我常常都沒開到 Mesh裡面的UVSphere 所以現在加了一顆球 那這顆球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布線 在這邊我們之前講過 Geometry裡面的Wireframe 從這邊開喔 Wireframe 所以你看它的布線 就是長這樣 然後我們下一步要幹嘛呢 下一步我們要開始做Sculpting 所以呢現在要把那個Menu叫出來Sculpt Mode 那Sculpt Mode是Ctrl加Tab Ctrl加Tab鍵 Ctrl加Tab鍵 這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Ctrl加Tab 這邊會出現Sculpt Mode 你可以直接點一下就切過來 就是雕塑模式 另外一個是在左上角可以選到Sculpt Mode OK嗎 所以兩個方法可以切到這個Sculpt Mode 那切到這個雕塑模式以後呢 我們現在要先做一個Remesh的動作 什麼叫Remesh呢 Mesh Mesh是多邊形模式的意思 Remesh就是重新布線 所以我們現在呢可以看一下 這裡Ctrl加R 你看它這個布線就很詭異有看到嗎 它這個東西叫Voxel Voxel 就是呢Pixel是平面的P-I-S-E-L是平面的 然後立體的那個 我們就立體的一個 我也不知道這個叫什麼數 因為我們說平面的叫像素Pixel 然後立體的叫Voxel 所以呢它這個是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Voxel應該是在這裡嗎 它有一個Remesh在這裡 Remesh裡面的Voxel Size 有看到嗎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細分的話 再細分的更細 你可以這樣調 看這樣 來個0.01好了 0.01 反正學校電腦好嗎 Remesh 有沒有看到就更細 有看到嗎 那你不想要看到線 就可以把這個Wireframe給關掉 先做到這裡好了 因為你們剛開始走 現在先不做太多